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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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其实卓博仲还有涉嫌另外一个水果阅历的标案 谢谢 谢谢 弟弟终于交保放出来了 但是当哥哥的脸上 却看不出喜悦 就在家人筹措保释金的这个时候 检方也传出对法官裁定很不满 因为卓博仲身上 除了环保贷采购弊案 还涉嫌另一个水果阅历标案 和业者有350万不正常的金钱往来 检方还在调查厘清 法官却突然裁定卓博仲可以交保 检方这边对于法官的看法 这个是法院的看法 本属不予置凭 不表示意见 会不会提抗告 检方说还要在演你 只是三月中 检方才二度指导张华县府 就地证人身份 隔离讯问县长卓博元等四名高层 料理清他们有没有授权或是知情 在公文中签和盖章 明显案件还在查 卓博仲却突然交保 检方不满 也只能按部就班 依法行事 三里新闻 许嘉诚 张展志 许树伟 SN小组 张华 裁缝报道